超过两千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英勇战死,这片土地上弥漫着哀伤的氛围,而敏昂来的居民们开始嗅到了危险的味道,然而,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区域,一支中国舰队紧急持援,向世界传递着清晰的信号,中国的舰队为何抵达缅甸,他们的动向是否会改变缅甸的局势,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 在战斗中,缅军的战术显得落后,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他们仍然使用二战时期的战术,过于依赖飞机轰炸,但由于缺乏精确的侦察核预警系统。 轰炸的效果并不理想,据报道,缅军用尽了所有的战机和弹药,却无法对果敢军等武装造成实质性的损失,缅军虽然装备整体较为先进,但是由于缺乏信息化支撑和现代装备支撑体系,面对果敢同盟军等武装时显得束手无策。 他们在当地缺乏民意支持,装备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因此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缅军的连续溃败使得士气低落,同时也振奋了果敢军等武装的士气。 战斗中超过两千人战死的消息给缅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尽管这些战死者中并不包括主力部队,但这样规模的伤亡在缅军中并不常见,几位准将和准将旅长相既战死,还有一只剑制营的官兵全数投降,这对缅军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国敢同盟军等地方武装在战斗中展现出了灵活的战术,他们学习了现代技术的应用方式,他们善用小型无人机等现代装备,结合山区地形,进行精准探测和狙击,这些战术给缅军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导致缅军无法对抗,并不断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国敢同盟军借助廉价的无人机进行精确轰炸。 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战术让缅军无法应对。 面对危机局势,缅甸军事领导人米昂来已经开始动用一切资源来应对,米昂来警告称,如果局势处理不当,缅甸可能会分裂,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舰队抵达缅甸,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舰队的到来展示了中国对缅甸和平的期望,也向外界释放了不要干涉缅甸内政的信息。 中国舰队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中国愿意为缅甸和平伸出援手,但同时也告诉外界不要在缅甸内部捣乱,中国舰队的到来给缅甸局势带来了新的动态。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缅甸的冲突已不再现于北部地区,而是扩散至全国范围,果敢军的军事行动远超预期,对缅甸局势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 虽然在俄乌和巴以冲突的影响下,缅甸的动荡受到较少国际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严重性减弱,或对周边和全球没有影响,果敢军的进攻给人以势不可挡之感。 而缅甸军队在应对中似乎手段有限,屡遭挫败,更为严重的是,战乱已从缅北蔓延至整个国家。 据报道,已有超过20个武装团体卷入于缅甸军队的冲突中。 形势错综复杂,这些武装虽然在兵力和装备上不如政府军,但凭借地理优势和民众支持,给缅甸军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自2021年军政府夺权以来,缅北的冲突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这一观点已成共识,随着冲突蔓延至全国,缅甸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令人担忧。 缅甸军队的战术显得落后,难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频频遭受挫败。 据悉,果敢军仅在一个月内就夺取了超过170个据点,并直逼老街。 目前,缅甸军队已派遣主力部队保卫老街。 若失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给缅军带来巨大压力。 理论上,作为国家正规军的缅甸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应具有明显优势,但实际情况却颇为不利。 在冲突中,缅甸军队依赖于过时的二战时期战术,显示出战术的陈旧和僵化。 他们习惯于使用飞机轰炸,但由于缺乏精确的侦察核预警系统,轰炸效果通常不佳。 尽管缅军动用了大量战机并且大量投弹,但这些行动对果敢军等武装组织造成的实际损害有限。 缅军的装备总体上较为先进,但因缺乏信息化支持和现代装备支撑体系。 在丛林地区对抗果敢联盟军等武装时,常常效果不佳,类似于用炮弹打蚊子,难以命中目标,装备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加上缺乏民众支持,使得缅军在战斗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缅军接连遭遇挫败,不仅打击了其士气,还提振了果敢军等武装组织的士气。 据报道,缅军在应对各地武装攻击中已有超过2000人战死,为这场冲突付出了沉重代价,即使战死者非主力部队,这样大规模的损失在缅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高级军官的阵亡和一个完整营的官兵投降。 对缅军造成了严重打击,从目前的形势看,缅军在与果敢联盟军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不仅导致士气低落,也改变了局势的发展。 果敢同盟军和其他地方民族武装展现了高度的战术灵活性,并从国际冲突如俄乌战争和纳卡冲突中学习了现代技术的有效应用,这些武装组织过去可能在战斗力方面并不突出,但现在他们通过有效地运用现代装备,例如无人机展现了显著的战斗力,他们巧妙地利用这些设备,结合山区地形的特点。 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对抗缅军 虽然这些战死人员并不构成主力,但如此大规模的战死人员在缅甸军队历史上仍属罕见,准将军衔的师长,旅长相纪阵王,甚至整个建制营投降,这对缅甸军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巨大代价的背后是低落的士气和对战争的反弹。 国杆同盟军等地方武装从现代技术在俄乌冲突和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的应用方式中汲取灵感,表现出高度的战术灵活性。 过去,这些地方民族武装无法在战斗中展现出相应的作战能力。 但如今,他们却展现出了耀眼的表现,他们善于使用现代技术,尤其是无人机等现代装备,并能在山区灵活使用各种现代装备。 盟军使用了带有红外探测装置的小型无人机,能够准确探测到免军的位置,并巧妙地利用现代通讯设备合理部署狙击手。 这些战术给免军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使他们失去了进攻的手段,反而不断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 国杆军等使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无人机携带几百克的手榴弹和炸弹,一旦发现免军据点等目标。 就能对其进行精确轰炸,尽管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却非常有效,免军根本无法有效应对。 面对当前的局势,缅甸军方首脑敏昂来意识到了威胁,也意识到了全国各地出现武装组织的威胁,至少有20个武装组织参与其中,这一点绝对不容小觑。 这些武装组织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地方自治和一定的领土,还包括推翻免昂来政权。 免昂来警告说,这是缅甸的一个重要时刻,并呼吁所有人支持缅甸军队。 他还警告说,如果处理不当,缅甸可能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免昂来确实感受到了危险,迫切需要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应对这一危险局势。 然而,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舰队的抵达,正值缅甸局势最为危急之际,中国舰队抵达缅甸仰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一举动引发了各方猜测,究竟中国的舰队为何抵达缅甸,他们的动向是否会改变缅甸的局势。 中国官方表示,中国海军来到缅甸是为了增进互信和深化友谊,强调了对中缅友谊的真实。 然而,这一举动不仅是对缅甸和平的期望,更是向外界传递的一种信号。 中国舰队的抵达,意味着国际社会在缅甸问题上的介入,中国表明其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上的立场。 同时,这也是中国向外界展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责任担当。 中国舰队的到来,彰显了中国希望缅甸和平的一贯立场。 自缅甸陷入国内冲突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希望缅甸能够保持和平稳定,尽快结束冲突。 中国舰队的到来,再次传递了中国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信息。 其次,中国舰队的到来向外界表明,中国不应随意干涉缅甸内政,制造缅甸混乱。 中国强调,绝对不允许干涉中国的邻国,而缅甸军政府已经认定此次内乱是由包括西方国家和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煽动和制造的。 最后,中国通过此举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不会干涉缅甸内政,但愿意支持缅甸的和平。 缅甸的战局如同一场复杂的国际象棋,各方角力,形式变幻莫测,国杆军的崛起,地方武装的灵活应对,缅甸军的困境,高昂的代价,以及中国舰队的抵达,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画卷,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人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每一场战争都蕴含着无尽的痛苦和牺牲,这不仅仅是军事胜负的较量,更是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考验。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眼下的焦点不应仅仅是谁在战场上占据上风,更应关注如何共同努力为缅甸带来和平与稳定。